名为枪毙越共 照片当中 西共市警察局局长阮龙和他的同僚 公然在街道上集体枪毙大批被抓的市民 这些人未经审判 也未经证实是越共 他们仅仅是被控协助越共罪 这个画面曾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电视台中反复的播放 它让世界真实的感受到了南越当局的残忍 而这样的南越当局 正是美国长久以来越南人打越南人政策的执行者 南越当局确实是烂泥胡不上墙 1964年秋季 美国总统约翰逊派威斯特莫兰将军到西共 担任驻越美军总司令 雄心勃勃的威斯特莫兰一上任就向五角大楼打报告 要求派海军陆战队保护县港空军基地 这个要求遭到了五角大楼的反对 国防部认为只要出动地面部队就免不了又会打一场朝鲜战争 但威斯特莫兰的推论解明恶药而无可辩驳 既然要使用空军就要有地面部队保护空军 于是约翰逊批准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约翰逊带着美国人在越战的泥潭当中越陷越深 1964年6月22日 约翰逊任命威斯特莫兰为驻越美军总司令 威斯特莫兰曾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和美国陆军参谋长 约翰逊这个不懂军事的政客 在任命一事上对威斯特莫兰给予厚望 美军在加紧战争准备 越南北方居民也转入临时的战时生产生活 他们已经过惯了苦日子 这时靠近非军事区的居民转入到地道中生活 靠北一些的居民也构筑了简陋的防空公式 西方记者拍下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进入地下而变形 他们照常自养家畜 照样夏田耕种 照样恋爱结婚 照样生儿育女 群众居民闻鸡齐鼓 历经扑制 致力于日后的统一大业 这个民族的坚韧程度 他们同仇敌凯的勇气 令世界震惊 约翰逊总以为 越南战争是他和胡志明 个人单枪匹马的斗争 他也经历过斗争 不过那是在国会里和其他参议员的名争暗斗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 只要你摸到要价就可以像对付官僚政客那样对付胡志明 但约翰逊很快就发现这一次的对手是坚真不屈的真正革命家 是一个不可能向美元和炸弹弯腰的人 约翰逊在美国这个克力界总统中间 这个评价是非常低的 这个人来讲有两大污点 一方面来讲 他是德克萨斯石油巨头的代表 那么肯尼迪到德克萨斯去的时候预测了 很多人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恰恰来讲 这个人是最大的谋杀嫌疑犯 因为来讲他这个所代表的集团利益 与肯尼迪有直接的矛盾 再一个来讲 就是约翰逊把美国彻底的拖进了越南战争 肯尼迪当政的时候实行的是特种战争 就只派顾问 少量特种部队 还是用越南人打越南人 但是约翰逊下令 美国地面部队直接投入战争 结果把美国人来讲给拖到越南战争八年之久 结果美国的老百姓一直到今天讲起约翰逊来讲 大多数人都痛骂他 使美国蒙受了耻辱 说他是玉米饼大叔来讲 就是这个人是个非常无能的人 这个治国无能 造成美国当时的经济不景气 对外呢 是美国陷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战争泥潭 是美国陷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战争